不是什么和平与统一缺一不可 而是没有武统就不会有和统 和统与武统不是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甚至呢我们可以说 它某种程度呢 也是一种因果的关系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突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最近呢我回了南部一趟 到台南老家 也就是我爸呢 从小成长的地方 在过去呢叫台南县 现在叫做台南市 可以说呢是民间呢 非常草根 也可以呢反映出 现在的一般的老百姓 到底在想什么 结果啊我就听见了 有许多人呢 他们现在弥漫的一种气氛 弥漫的一种共识啊 就认为说 国民党啊 那是不可能啊 那国民党啊 已经是没了赢啊 就国民党没有用了 他也不可能再重返执政 要寄望国民党 打败民进党 那是没可能的事 我们用美朗话来讲呢 就是阿婆生儿子 真变啊 这个老太婆 还想要这个老棒生猪啊 非常拼啊 所以啊这个国民党 现在呢 被一般老百姓呢 都已经啊 是这个看虽了 那么再来呢 就认为说 那阿公啊 阿公啊 阿公啊 就说大陆呢 这个所谓的阿公啊 也不会来 那这个啊 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 是原本呢 这个南部很多民间的人呢 就是先天呢 这个被洗脑成 所谓的去中 反中 反共 所以啊他和大陆对立 他认为大陆不会来 那另一种呢 就是他的内心 其实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像我有很多基层的亲友 其实他们呢 真的在内心里呢 也不抗拒统一 可是他们认为说 大陆不会真的来统 因为大陆不了解台湾 他们认为 大陆过去的所作所为 让台湾人觉得 吃定了大陆 大陆不断的会台 不断的让利 而且呢 争取所谓的 还要和台湾的人民 要能够心灵气和 才实现统一 那么这样的一种 原木求鱼的思维 被台湾很多基层的老百姓 就觉得看扁了 又或者是觉得说 大陆只是说说 大陆的统一 是没有真正的 所谓决心的 我想这个呢 他也许不是事实 或者很多的大陆朋友 会认为说 不可能啊 这个你要大陆呢 放弃统一 这是完全不可能 会讲这个话 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 但是我现在所讲的是 广大台湾人民 是这么想的 好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认知 认为国民党没救 认为大陆不会来 至少短期内 可能十年内都不会来 那么这种思维底下 会造成什么结果 它就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认为说国民党没有救了 所以不再寄望于国民党 从而向新党前主席 郁慕明前主席所说的 极毒促成极统 那人民呢 觉得对国民党没有了希望 所以转而寄望于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台湾 这是第一种可能 那么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 大陆如果没有掌握住 前面我们所讲的明星思变 从对国民党失望 而改寄望到共产党 这样的一个明星 如果大陆没有把握住 那么他就会转向 另外一个非常恶劣的结果 那就是西瓜威大鞭 西瓜瓜大鞭 那既然呢 这个国民党已经没有救了 那共产党呢又不会来 所以呢我们为了狗权 为了偷安 为了升官 为了发财 为了投机 为了务实 最后大家都靠向民进党 这就是呢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于北城现象 像于北城这样 一个出身深蓝的外省人 最后会向民进党 那投名状 这样的叛将呢 会越来越多 于北城门呢 将会络绎不绝 这个呢就是往一个恶劣的方向去发展 很可能会有的结果 那么这两种情况 现在就看大陆能不能掌握住 一个该断则断的时间节点 所以最近呢我访问邱毅教授 邱教授就提到 其实在大陆呢 现在有四种思维 就在困扰着大陆的高层拍板定案 这四种思维 包括第一种思维 那就是认为呢 台湾在那里 跑不掉 所以呢 不用急 只要大陆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能力 有一天超过了美国 台湾就会自己愿意归顺 来完成祖国统一 那第二种思维 就认为说 大陆呢 还是要努力的做经济建设 如果呢 解决台湾问题 会遭受许多国际的制裁 拖累大陆的经济发展 所以呢 不能急 那么第三种 就认为说 美国会自己放弃台湾 美国的实力在不断的下降 美国人最后算一算 会认为 为了保住台湾 要付出的成本太高 所以美国人会自己愿意放弃台湾 从第一岛链 退到第二岛链 所以大陆不必急 最后第四种思维 就认为 虽然现在看到 所谓的四大公投 一直到这个立委 在台中的补选 在台北的罢免案 国民党是一败 二败 三败 四败 五败 六败 所谓六连败 但是不要急 国民党还是会最后能够反败为胜 台湾人民还是喜欢大家轮流做做看 所以国民党还有机会重返执政 所以呢 不用急 以上这四种不用急 不必急 最后呢 就困扰了大陆原本应该要拿出的决心 意志和魄力 不过啊 虽然邱教授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个人倒觉得 在过去一年发展到今天 其实大陆的官方部门 已经有了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呢 是从软 转为硬 从犹豫不决 转向呢 现在有越来越清晰的战略部署了 那么观察点呢 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面向 那就是最硬的军方 在过去呢 在做各种的军演的时候 还是会闪烁其词 不愿意明确说 就是针对台湾 但是你看过去一年来 军方几次的这个军演 都直接点明 就是针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 还有呢 介入台湾问题的这个所谓境外的力量 而且军方也直接点了 他说啊 台湾呢 这个批判大陆解放军 说大陆解放军呢 不断的有所谓的侵台 扰台 那么解放军说 你还算少了 真正的这个解放军军机 到所谓台湾空域的架次 只会多 不会少 并且呢 讲明叫做呢 不动如山 但是呢 动如雷霆 这是军方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在外交部门 在领导人 在外交场合所讲的话 不断的在重申 是对于一个中国的定义 在过去呢 这个一个中国呢 讲到烂调 甚至呢 最后模模糊糊 模糊到一个中国 还能把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甚至所谓的这个六项保证 还有这个美国现在搞的各种各样的 跟台湾有关的法案 都包进去 那么现在没有了 要讲清楚 所谓的一个中国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而且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那么唯一能够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这个一个中国 在外交部门 现在也定义清楚了 那么再来第三个面向 那就是过去一直扮演 会台角色的国台办 过去一年 和以往不同的是 不太讲所谓会台的什么大礼包 什么会台的政策 取而代之的是对台湾一些农产品不合规的要进行制裁 对于台独的这个顽固台独分子将来要付出的代价 要上刑事审判台 那么国台办呢 几次的来这个强调它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对于统一后怎么治理的问题 这个在过去国台办呢也是不谈的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国台办只管统一前的事 但现在国台办呢开始讲到统一后的事 那么还有就是在去年年底 国台办的年终记者会点出了2022 那么斗争形势会更加严峻 而且2022是一个必须要粉碎台独图谋的一年 所以这是国台办 它的一个战略也转向强硬 最后呢 就是原本属于我们讲民主党派的代表 比如说像汪以夫先生 他是祖上和台湾人有渊源的这个台盟 过去担任过台盟的这个高级领导人 那么台盟呢 就是属于民主党派的代表 在过去认为说也是相对温和派的 但是现在呢 汪以夫先生他也点出 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那么内部呢 都有这个必须被定义为叫做敌人的反动派 所以民进党里头有顽固的台独分子 国民党里头也有顽固的反共分子 那么通通都叫敌人 所以你看呢 现在大陆呢 对台几个方方面面的部门 好像意见开始转趋统一 都是要转为强硬 而且呢 国台办讲了 在今年2022要粉碎台独 那到底怎么个粉碎法呢 所以最新我们看到那就是海协会的现任副会长 过去也担任过国台办的副主任的孙雅夫先生 那么孙雅夫他在去年10月 其实已经谈过关于武统的问题 当时孙雅夫说 如果真的武统发生 必然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力量 和这个介入台湾问题的外国势力所逼迫的 但是现在孙雅夫更进一步说 核统与武统本来就不应该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讲法呢 其实就重重打了台湾岛内 比如你看到的旺报系统 比如你看到的有许多这个用核统来遮掩脱统的学者 比如你看到今天吴城典所领导的新党 那么不断的告诉你说和平与统一缺一不可 和平统一叫做鸟之双翼 和平与统一都必须同时存在 但是现在孙雅夫告诉你 真正作为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的叫做和统与武统 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和平与统一缺一不可 而是没有武统就不会有合统 合统与武统不是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甚至呢我们可以说 他某种程度呢也是一种因果的关系 那就是过去邱仪老师也谈过的 武统开始合统结束 那么我个人的浅见呢 将他称之为叫做你必须有武统的能力 还不够还要有武统的决心 有武统的能力和决心 才有可能最后达成合统的结果 如果没有武统的能力 而且没有武统的决心 这是缺一不可 你既要有能力还要有决心 那你没有这个的话 合统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所以过去认为说 透过不断的让利会有合统 这是不可能的 过去认为说 要不断的感化台湾同胞 让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心灵气和 所以才会有合统 这也是不可能发生 过去既望于国民党来执政 那么就有和平谈判统一 这也不可能发生 所以孙雅夫先生说 如果合统的谈判破裂 那还得武统 其实倒过来说 如果没有武统的能力和决心 那也不会产生合统的谈判 所以这个联合报 台湾岛内联合报就分析 从过去孙雅夫强调 是大陆被迫武统 这个是一种武统 像是个机械的论调 所谓机械论 我们被迫武统 到现在强化武统和合统 都是同时并重的两个选项 或者是属于两者之间 建构起一个有机发展的有机论 所以从机械论现在变到有机论 武统从被动被迫的结果 上升成了一个主动 它必须存在的一个选项 那么我们如果用辩证关系来说 就是刚刚我所讲的 没有武统的选项存在 就更不可能实现合统的结果 有武统才可能有合统 那么有武统最后的结果也必然会是合统 因为你看台湾历届民调显示 如果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 所有的人民近八成 要的叫做维持现状 这个维持现状说白了 也就等于台独 因为现状不就是务实台独吗 现状不就是民进党已经一统台湾了吗 所以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 但是如果当武统发生了 当台湾人感受到武统的决心与能力在那里了 这个时候瞬间的结果变成是 五成以上的人都认为我们要和谈 那么用更白话的来讲 就是柯文哲所说的 打不过就投降 这也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台湾人经历了无数个政权变化后 那么学习到的一种投机 务实的心理 所以啊 现在台湾人认为民进党是大兵 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要靠向民进党 现在台湾人认为大陆还不是大兵 所以没有人要愿意主动的谈 所谓的和平统一 当有一天台湾人感受到大陆才是大边的时候 突然主流民意 通通变成我们要和谈统一 所以有武统的能力和决心 才会有和统的结果 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才有我们要谈的心灵气和民族复兴 如果我们天天只谈心灵气和民族复兴 而没有前面的和统 以及促成和统所必要的武统的能力 及决心的话 那么所谓的民族复兴 所谓的心灵气和 就永远只会是空谈的口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